酷的娱乐圈 由孩子上学野饭愁的张博之打卡上线 关键词 神仙姐姐有新归宿 神仙姐姐的爱情线 在宋城线后就没有新消息了 昨天就有媒体爆料 说刘亦菲和合作很久的摄影师恋爱了 说话是要讲证据的呀 虽然爆料的人放出了好多张刘亦菲和摄影师同框的照片 但用工作需要完全可以解释一切呀 然而两人黑白色系衣服疑似情侣装 男方貌似还穿了刘亦菲的衣服就有点那味了 不过咱们也不用大惊小怪 就算是真的都是单身年轻人 谈个恋爱不是太正常了吗 而且摄影师颜值不输宋城线 神仙姐姐真爱上了 咱们就祝福她吧 关键词 田哥天后被惊吓 田哥天后也能这么接地窍 最近有网友晒出了杨玉莹 在湖南琛州某工地商演的路透视频 现场环境的确比较简陋 灯都是吊在脚手架上的 工地就在隔壁 观众也都是工地上的爷叔们 不过虽然条件一般 但杨玉莹还是保持了高水准的营业状态 经典金曲一手接一手 还和台下频频互动 打打招呼握握手 不用主持人靠自己都能Q玩流程 不愧是老牌甜姐 不过或许是太激动 有个大叔竟然窜上了舞台 面对杨玉莹尬起舞来 着实把姐姐吓得退后了几步 保安反应过来之后 紧急把这名男子吓走 不过杨玉莹倒没太在意这小插曲 还称保安摆摆手温柔解围 不少网友感慨 姐姐脾气真是太好了 不过说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成团之后有点放飞 姐姐似乎是圆润了 加上衣服又很显腰身 有的网友把本尊认成了高方版 希望人美歌甜的姐姐不要放在心上 关键词 直播吐血吓呆粉丝 虽说干饭人干饭魂 可干饭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这不 昨个有网友爆料 SH48的刘丽谦 在直播时突然不舒服 直接口吐鲜血 对 你没听错 就是吐血 起先刘丽谦还担心 跟辅导员请假麻烦 不愿去医院看病 在对有刘丰艳的劝说下 才去找笑医 最终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该网友猜测 很有可能是刘丽谦的胃部 出现了严重状况 对此粉丝心疼不已 纷纷叮嘱刘丽谦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安逸过 要圈圈说 健康才是第一位 大家一定要当心身体啊 关键词 赵薇借酒消愁 近日 许久未见的赵薇薇姐 罕见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动态 从晒出的照片来看 薇姐消瘦了不少 脸更尖更小了 显得大眼睛格外显眼 而一起合影的男人 身穿黑色上衣 戴着黑矿眼镜 两人头靠着头 注视着镜头 亲密一位 关系可见不一般 两人满脸红彤彤的 似乎也喝了不少酒 再从这配文来看 飘飘渺渺人世间 恍恍惚惚深情过 又透露着一丝丝的伤感和哀怨 这爱而不得的文字 让网友们纷纷猜测 真的是感情有变故了 尽管这悲伤的氛围再浓厚 圈圈还是希望我威姐 永远快乐如小燕子呀 关键词 张伯芝上海择校鸡娃 明星家长也要面对成长的烦恼 最近张伯芝估计为自家的娃操碎了心 话说张伯芝最近定居了上海 也想让俩儿子进当地的国际学校念书 毕竟之前带儿子经常边上网课边打游戏 老师也发了好几次邮件提醒成绩下滑 可真正一问才知道 有钱不是硬道理 上海的国际学校也得通过入学考试 张伯芝也不得不接受了两位老师的面试考核 虽然老师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 可无奈两个孩子的成绩好像不太理想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入学 而且大儿子卢卡斯对转学的事似乎还不感冒 张伯芝在节目里把新学校夸出了花 卢卡斯的回答也只有一个不字 此情此景引起了不少网友共鸣 纷纷藐视十几岁的娃叛逆起来真能气的爹妈干头 不过也有网友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感慨 卢卡斯和弟弟一直在转学 也许并不希望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 家长和孩子都得冷静冷静啊 关键词 菲姐与鲜肉再聚首 天后放假也happy 最近有网友在音乐节上偶遇了一起蹦衣的天后王妃 及其小伙伴 当天王妃是帽子口罩齐上阵 舞得严严实实 周围人竟然没发现天后就在身边 菲姐也大胆放飞自我 跟朋友又蹦又跳 一次不小心还把帽子给蹦丢了 这是什么寒寒天后呀 值得八卦的是 当天同行的似乎还有最近频频 跟王妃溺在一起的鲜肉朋友瑞安 而随后她在网上跟粉丝互动澄清的 什么鬼 没有丢帽子 以侧面印证了俩人真的又是一起去的音乐节 而且依旧没有谢平风的加入 话说正是这位半路杀出的鲜肉瑞安 才让多年的风飞恋被揣测遥遇坠 以至于两位正主不得不时隔多年 还牵手辟谣自证情感稳定 小朋友你有一手 小心停风用眼神杀你哦 关键词 不为赚钱李亚鹏 李亚鹏在投资上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的事儿 算是被扒了个底朝天 不让人觉得李亚鹏赚钱没找对方法 好好当演员指不定一部戏过夜 要是这么想可就看错了李亚鹏了 呢 最近他在和杨坤参加活动的时候 表演完歌曲怒爆粗口 表示不是每个人都为了赚钱 自己想让大家拥有幸福时光 呃有点感人呐 虽然李亚鹏投资的项目是房地产 但他的理念可是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就是想法最好 买账的人少 但错 他说自己不为钱 咱们还是相信的 毕竟他投资真没赚过钱 关键词 强吻女儿未把面 在娱乐圈有一对妇女情 可以说是如胶似妻 那说的就是吴宗宪吴山儒没错了 早前就因为对女儿的大尺度行为 掀起了一大波的热议 不管是女儿跟别人视频时 还是在活动现场 更或者是综艺节目 身为父亲的吴宗宪都能随意上前 说亲就亲 说摸就摸 而近日 女儿吴山儒在出席某活动的时候 吴宗宪又来了个天降慈父 原本温情的氛围 随着吴宗宪搂着女儿 强吻女儿的迷惑行为而打破 吴山儒不情愿的直翻白眼 满脸拒绝 本来场面已经够尴尬了 吴宗宪还当众开启了黄枪 引来网友极度不满 直言好恶心 尽管女儿吴山儒已经十分生气了 还要为吴宗宪解释道 她是要抢新闻版面才这样做的 虽然对吴宗宪这样的迷惑操作 已经快要见怪不怪了 但还是想劝一句 父母爱孩子 智力才能产生更多美啊 关键词 潘长江自嘲试回应 自从潘长江劝完嘎子 转身就自己开直播卖货后 网友们专门给他俩建起了 潘嘎之交词条名 专门用来嘲讽潘长江 不要以为你潘叔不知道这稿 近日他在女儿的短视频作品下 就首次留言回应 自嘲劝劝你吧 绝了 能这么自黑 咱们都快以为是高仿号博流量了 不过潘老师拿自己玩稿 不愧是喜剧人出身 大家伙觉得有点好笑的同时 又忍不住替潘老师捉急 本来好好的艺术家 现在被怀疑为钱晚节不保 是不是有点不划算呢 关键词 粉丝致敬吴梦达 不知不觉 达叔离开我们已经有俩月了 但网友们依然刷着他生前作品 缅怀这位黄金配角 不过 比起广大网友的低调缅怀 这位男粉丝靠似吴梦达经典角色的模仿秀 可谓是满满的仪式感 哎嘛 这造型神态举止 基本都是一比一还原 再加他本身与吴梦达长得相似 恍惚间还真以为是达叔本人就站在面前 对此顾上网友也暖心评论道 这样纪念达叔也挺好的 很感动 粉丝真的太想他了 谢谢你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他 看到这儿圈圈也是相当的感动 好演员真的值得我们永远名气 最好的那个天使 我最熟悉的字是你的名字 我们会有大大的房子 你会送我一首小时 最坏的那个天使 我最爱画的就是你的样子 我们守着距离拉扯的相似 温柔着笔 这世界很苦 我们下期再见